大家好,我是亚佩營養師,歡迎來到營養小時間特餐日 七月的節日是萬聖節啦,那你知道萬聖節其實源自於2000年前 凱爾特人為了慶祝薩溫節,會在十月的最後一天,也就是31號 象徵新的一年來慶祝活動,那這一天即將進入冬天也代表著 夜晚會比白天長的時間還要多 因為害怕遭受到鬼怪的攻擊,所以人們會戴上面具,穿上其中一服 希望鬼怪認為人們和他們是一起的夥伴,進而保護自己喔 那另外一個習俗來自於愛爾蘭地區的Treat or Treat 也就是不給糖就搗蛋 愛爾蘭人認為鬼魂會聚集在家裡附近,所以大家除了會裝扮成鬼怪以外 還會在家裡準備豐盛的菜餚來餵飽他們,這樣就不會受到攻擊囉 是不是很像台灣的中元節啊? 那今天萬聖節的特餐我們來到地內國小,歡迎性情營養師 哈囉大家好,我是性情營養師 南瓜在萬聖節這天不僅可以拿來做南瓜燈應景,還可以製作很多好吃的餐點 那在萬聖節這天,歐美家家戶戶其實一般都會準備一些南瓜派啊,南瓜濃湯啊,或者是太飛糖蘋果等等 今天學校的餐點當然也有南瓜,不過我們吃的是南瓜飯啦 南瓜又叫金冬瓜,富含有維生素、礦物質、葉酸、菸鹼酸 那最厲害的是,它還是類胡蘿蔔素之王 類胡蘿蔔素可以在我們體內消化,轉換成為維生素A 可以保護我們的眼睛,維持正常的視力 另外,南瓜它還有葉黃素跟玉米黃素 也可以避免我們的眼睛受到紫外線的傷害 減少黃斑部病變跟白內臟的產生喔 這個是五色食物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餐點裡面白色的部分 就有豆芽菜跟洋蔥這兩樣食材 那洋蔥的部分呢,它有含硫氨基酸跟含硫化合物 那還有纖維素 那為什麼切洋蔥的時候都會一直流眼淚啊? 因為洋蔥啊,其實你在切開的時候 含硫化合物它是一種刺激性的揮發性物質 類腺就會去分泌出眼淚去把這個刺激物排除 所以就會有一邊切洋蔥一邊流眼淚的情況發生啊 那再來就是黑色的部分啊,我們可以看到有黑木耳 那黑木耳其實它含有蠻多的膠質 那市售啊,常常會有一些黑木耳飲料 對,就是會含有比較高的糖類 所以營養師這邊還是建議大家吃原來的原型的食物 就是黑木耳去炒菜啊 或是去燉那個黑木耳湯都會比較好一點 那綠色的部分啊,其實學校每天都會幫小朋友 準備一道深綠色的蔬菜 那深綠色的蔬菜他們含有比較多的葉酸跟鐵質還有鈣質 營養師這邊呢,推薦小朋友除了喝鮮奶補充鈣質之外呢 其實平常也可以多吃一點深綠色的蔬菜來增加鈣質的攝取量喔 最後啊,我們一起介紹黃色跟紅色的部分 除了剛剛介紹過的南瓜之外啊 在我們的餐盤裡面啊,可以看到紅甜椒、黃甜椒還有紅蘿蔔 這些食物啊,其實都含有比較多的類胡蘿蔔素 主要的作用其實都是保護我們的眼睛 那營養師,我請問一下 如果我很挑食物,可以不要吃到這五個顏色 我可以吃一兩個顏色就好嗎? 嗯,營養師這邊是建議呢,當然是不要比較好 這些食物啊,在烹調的過程中 多多少少都會有那個營養素啊,流失 如果我們能夠增加食物攝取的多樣性的話呢 營養素就會進到我們體內也會比較均衡一點 那大家才能長得健康又長得壯 也會好好發展啦 這個呢,Halloween當然要來不給糖就搗蛋 所以營養師這邊準備了減糖版的甜湯 它的材料呢,有麥茶、大麥、絕名籽還有珍珠 那大麥的部分呢,它其實主要可以修復我們的胃黏膜 減少胃發炎 那絕名籽的部分呢,當然就是主要是標榜 保護我們的眼睛還有我們的肝臟 那營養師可以帶我們去看看 今天地內國小學生用餐的情況嗎? 那我們就走吧! 五三好好月! 萬三天快樂!